过年期间走春,高雄寿山动物园是游客们首选之一 园区内超人气动物明星,台湾黑熊波比 好像因为过年加班累坏了 在17号补班日当天,四角朝天整个睡番 也完美诠释了上班族不想补班的心声 而园区小编把一系列照片po上网 也意外引起了网友共鸣 好啦,还不想上班 这大概是17号补班日当天所有上班族的心声 而动物园里各种动物同样也要准时打卡上班 但你看看你看看他们这什么工作态度 一个比一个还要软烂 正大光明的直截给你睡翻 台湾黑熊波比最夸张啦 睡到翻肚四角朝天,真天躺好躺满 动都懒得动 隔壁棚的非洲市二哥倒是睡得很秀气 动物们各个睡倒成一大片 可爱模样通通都被园区小编拍照po上网 这首家症候群特别引起网友共鸣 现在这种天气其实对我们动物来讲 是非常的温暖舒服的 波比的话那他其实在吃完早餐之后 他非常的喜欢就躺在七家上 不能只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 带着大家一起直集台北木榨动物园的员工们 有没有也在偷懒呢 年假放太长这时差好像还没适应 大伙多数时间似乎都还在不眠不愿意见客 剩下 他有动了 他都没有露出脸 他为了他才走这么远 河马 他在躺着 他刚刚后面的时候四脚朝天 反倒是台北的台湾黑熊 周末假日特别活泼 对比寿山的波比望那可就差大了 不断来回走动搶镜头 还不时来点才艺秀 动物们倒头就睡的魔药 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卖萌偷懒到底反倒更掏人喜欢 记得继续报道